字幕的評論 HELLO 大家好 歡迎來到艾瑞的環球日記 我是艾瑞 我們今天呢 從昆明早上搭的高鐵 來到了我們在雲南的 這是第幾個城市 第四個地方 我們來到了大理 但是呢今天呢 我們並沒有住在大理古城 我們是住在 兒海對面的 就是雙廊古鎮 那雙廊古鎮呢這邊呢 它其實是更貼近兒海 更浪漫一點 它的風格呢跟大理古城 那邊是完全不一樣 大理古城呢 它整體的風格 會跟我們接下來幾天去到 麗江古城會比較類似 對所以我們就是 讓它大家有不同的 對對對做點區別 大家有不同的畫面 再跟大家多多介紹 那來到了大理這邊呢 主要就是幾個景點 第一個就是大理古城 然後呢可能蒼山 然後還有最重要就是兒海 兒海呢就是它跟那個 滇池有點類似啊就是一片非常非常大的水 給大家看一下我們現在面前的就是 美麗的兒海 這樣子 然後呢這邊裡面呢就是 雙廊古鎮 那我們就住在這個 古鎮裡面的一個客棧 那我們就帶大家去看一下我們房間 一二三走走 那一張很大很大的床 然後呢 它這是 星空空格 對 就是星空主題 然後呢 這邊呢就是它的外面這個陽台 哇 這就是美麗的兒海 好棒 所以都可以在這邊喝下午茶了 對啊可以在這邊喝下午茶 耍廢 對 那這邊還有一個這個 網紅當鞦韆 哈囉 舒服喔 今天現在我們今天很不愛這邊都不要出去了 今天都不動了喔 聽著鵝海的那個海浪聲 對不對 真是棒 好 再看看我們的房間 好 這邊是廁所 乾濕分離 然後呢主要是它還有一個 浴缸 這裡沖完澡就可以沖到這邊去泡好了 對啊 而且呢 它的浴缸還有旁邊有一個這個就是坐著讓你在裡面休息的 它也是一樣有窗可以看外面 哇 超棒啊 果然 家價就是不一樣 呵呵呵 這個房間比較貴了 那這 就舒服一下嘛對不對 值得 值得 哈囉 是不是我們房間超漂亮的 對 這是一個 很浪漫的地方 非常浪漫的地方 其實在雙榔谷鎮這邊呢 它有非常多的這種海景客棧 嗯 那大家可以自己去選 那我們這一間呢 我認為是算CP值比較高啦 對 因為它比較算是在整個雙榔的邊上 它的入口處的地方 對 但是它也有好處 因為整個雙榔鎮裡面呢 就是你一般汽車是進不去的 對 所以說如果你提行李的話 走進去會比較遠 對 如果你住在中級新點 你走進去就好累了 對啊 所以也是有優勢的 然後房價也便宜一點 反正鵝海依舊美麗 對不對 好 那我聽你們講說 這邊大理是有一個非常知名的陸據 是嗎 對 那個陸據就是去有風的地方 去有風的地方 對 那個劉亦菲跟李倩妍 神仙姐姐是不是 對 OK 那我沒有看過 看過很好看 推一下 反正就是聽大家講的 就是這邊就是他們的拍攝點 所以這邊也有很多的知名景點 都跟這邊有關 是 那我們明天呢 會主要以這一部劇的一些拍攝場景 去踩點 去踩點 去走一些景點 那今天的呢 就 我們就來帶大家享受一下這個雙狼虎鎮 好不好 那第一個我們要去幹嘛 下午茶 下午茶 好啦 走 走 就是這一家 好像說是 神仙姐姐在這邊拍戲的時候 都會來這邊吃下午茶 對 沒錯 是吧 你好 好 我先 好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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頭先別擋快點 頭先別擋快點 頭先別擋 你起來 可以好好調整我 可以 好 好 頭先別擋快點 下午茶囉 嗨 嗨 嗨 怎麼樣 這是神仙姐姐同款嗎 對 就是 就是 小朋友 賣同款這樣子 喔 就是 是怎麼樣 當初 那個 劉亦菲就會來這邊喝下午茶 這個 他拍戲空 空檔 空檔 就是休息 嗯 確實是很漂亮 你看 旁邊好多人在拍照 嗯 各種抓拍 各種抓拍 各種 嗯 這是起司蛋糕啊 嗯 還有這個什麼 爆漿芒果豬 是不是 對 這個我也怕 對 這個好像滿紅的 就是在 熊樹上常常看到 它味道那層膜是什麼 吃不出來 脆脆的 噢 就一層脆脆的表層 就脆脆的軟 然後裡面是芒果汁這樣 嗯 有點像是那個 煩死料的味 噢 對對對 你會幫你拍一雙肉 要等久嗎 要等久嗎 不要等久 來 好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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一種糯米籽類的東西吧 我覺得不像 不像喔 就是要咬 一擠他就 他就爆開了 在你口中爆開了 我們開動了 有陪我吃下午茶 男朋友是最好的男朋友 給你一個讚 會拍照的男朋友才是最好的男朋友 原來要請攝影師 對啊 你加加分 這分加大 風好大 但是這邊真的很漂亮 這是什麼抓包頭 這是愛心 快吃快吃 我在錄影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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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在海邊 就這一頓下午茶 可貴了 真是奢侈的下午茶 好啦 我餓一次啦 好啦 吃完下午茶 我們就要來逛逛雙狼啦 雙狼古城 雙狼古城 QP 這是你的第一個中式古城耶 漂亮嗎 他這邊也有那個 這叫什麼 藍莹 藍花莹 對啊 這裡雲南都有嗎 可能 我也不知道耶 哈囉 那我們現在呢 就帶大家走走 雙狼古鎮 其實雙狼古鎮呢 當然啦 現在早就已經是非常非常商業化的一個古鎮 可是很漂亮耶 對 但是風景是很棒的 對 是啊 保護得很好啦 你看 像這樣 前面都是 上面都是那個 藍花莹 然後底下 一些商店 有人買了一個P間 這裡到處大家都在買這個P間 人手一件 人手一件 因為又是那個 去有風的地方 劉一杯神仙姐姐同款 它的顏色比較不一樣 差不多了 同類型嘛 不同色號 你看到處都在賣 不過還算挺便宜的啦 這一件35人民幣 就當拍拍照囉 太陽要下山了 就是兒海最美最美的時候 好啦 那我們這一集的影片就到這裡結束啦 希望大家喜歡我們的影片 記得幫我們訂閱按讚分享 然後開啟小鈴鐺才可以跟著我們繼續冒險喔 下一集我們再帶大家好好參觀 兒海周邊的各個小鎮 Let's go 掰掰 先看看 字幕志愿者 李宗盛